大家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集又是我弟弟和大家主持遊走大灣區,現在我們身處在羅湖火車站,準備乘坐火車去東莞,目的地就是石龍鎮, 由於爸爸還沒下班,今天就由我親自帶媽媽坐車回去,我們乘坐的廣心城濟列車C7124,由深圳開出,目的地就是廣州東,停留的車站包括有張木頭和東莞,其實西九龍都有高鐵去東莞站, 不過班次就不是很多,而且即時又未必買到票,加上在羅湖坐火車的價錢比高鐵便宜,所以這幾次回東莞都是在這裡坐車 經過23分鐘的車程,很快就到達第一個停留車站,就是張木頭站 停留車站,停留的時間就比較久,需要13分鐘 沿途一直欣賞風景,我的心情就特別興奮,因為很快就到東莞站 沿途一直欣賞風景,我的心情就特別興奮,因為很快就到東莞站 沿途一直欣賞風景,經過50分鐘的車程 沿途一直欣賞風景,我們終於到了東莞站 東莞站其實位置就在石龍鎮,一共有兩個出口,一個是茶山,另一個是石龍 而且在東莞站可以轉成東莞地鐵2號線去其他地方 我們就要從石龍方向出口走出去,因為我們租住的酒店就在石龍鎮東風路 往外面走一百多米到紅綠燈路口,十字路口去坐車打車等車,這裡沿進上車 終於到達酒店了,這一間就是金斯頓國際酒店 進入到酒店之後,看回大堂的環境,看起來都頗美,而且很新 這間酒店,我們近半年都住過三次,主要都是覺得夠新,夠乾淨和夠大,而且交通又方便 房間又如何呢? 我們今次租的是豪華商藏房,星期六的價錢就是279元人民幣,贈送兩位免費早餐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房間的環境 你還要開始發展住宅客、旅餐廳 為時間下午,月十算是27,276元 你還要請我,最愛這裡,可以看看房間的藥嗎? 唯一當然選擇 請客廣場 其實有限溫別人 要安全路 你還要不免飾 呢? 你的房間 因為酒店位於東風路,很近中山公園,周圍有多食物 介紹完酒店後,我們就出去不逆吃了 東莞近期最出名的食物是什麼呢?就是燒鵝奶 金斯頓酒店樓下就有一間寶龍燒鵝奶粉 今天來到石龍的第一餐就嘗試這間餐廳 我和媽媽就每人點了一碗燒鵝奶粉,再加上一碟叉燒 味道都不錯,燒鵝都特別好吃 到了晚上的時候,爸爸終於來會合我們 跟著就去了位於興隆西路47號,翠河餐廳吃東西 這間餐廳有什麼推介食物呢? 包括有質魚竹 蒸牛肉丸 和潔汁炒牛河 這幾樣食物我們都有點來吃 還要多加一條油炸鬼 味道相當不錯 尤其是蒸牛肉丸 牛肉丸咬得很爽口,可有牛肉味 吃完一粒又一粒 這次爸爸真的沒有介紹錯 皮膚肉丸